田新集團旗下鼎律開發 因為土地連帶案的65億元到期沒有清償 而債權銀行趙峰迎接表示 已經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假扣押 營養團所委託的律師地狀申請假扣押 鼎律公司的土地以及所有的公司資產 而目前的鼎律並沒有表態有進一步還錢的意願 趙峰迎接在發出新聞稿表示 已經依照連帶契約從103年12月27號 開始寄收持延期以及違約金